日本为什么会老龄化? 日本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多个层面 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原因 长寿和医疗进步 日本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 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导致人们的寿命明显延长 长寿是老龄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低生育率 日本的生育率长期较低 这导致了人口出生率低于维持人口平衡所需的水平 家庭和职业压力、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 使得许多年轻夫妇推迟生育或选择不生育 从而导致老龄化、经济结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结构 以及高度竞争的职业环境 使得年轻人更加注重职业发展 导致迟迟未婚或网婚完育 社会变迁、社会观念的变化 包括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 以及对性别角色的认知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决策 女性更加强调职业发展和个人追求 而传统的家庭观念有所改变 缺乏移民政策 日本一直以来对移民持谨慎态度 相对封闭的移民政策使得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更加依赖本国人口 缺乏外来移民也加剧了老龄化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 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养老金 医疗保险等福利 这使得老年人更有保障感 也进一步促使了老年人口的增长 教育水平提高 教育水平的提高 使得人们更加注重职业发展和个人追求 可能推迟结婚和生育 城市化和生活方式 城市化和现代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生育决策 在城市中 高房价 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等因素 都对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 导致了日本迅速老龄化的趋势 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倡导 努力应对老龄化问题 但解决这一复杂挑战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